另外各大银行近期也是陆续公布了 今年首季的业绩报告 有机构报告就显示说 在本年度已经披露业绩的 28家中国上市银行当中 净利润同比是增长 显示总体增速进一步的回升 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 37家上市的中国银行当中 整体净利润达到14531.75亿元人民币 比2015年增长超过3% 是上市银行自2011年以来 净利润增速首次出现回升 同时在2017年第一季度 已披露业绩的28家上市的银行当中 净利润增速也同时出现了回升 但尽管盈利增速止跌回升 但受到宏观经济增速放缓 产能过剩等因素影响 上市银行不良贷款余额 及不良贷款率仍然持续双升 信用风险压力也仍然存在 而针对未来银行是否利润继续增加 安勇表示相信未来利润的增速 将不会太快上升 利润收窄 刚才说已经可能是接近见底 但还有一些影响还未完全释放 总体情况一个大幅会增加 其实我们觉得可能大部分银行来说 整体来说可能未必会见到 一个很快速的大幅增加 而展望未来 安勇也表示 中国银行业目前仍然处于变革的 关键时期 未来需要在转型发展中 加强风险防控 以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在安勇的这份报告中 也是提到越来越多的 中国上市的银行 是开始关注金融科技 这个重点的板块 那么在2016年的年报当中 有37家在中国上市的银行 其中就有30家银行 在年报中是提到了 金融科技这个词 那么未来相信 包括像人工智能 以及大数据这样的金融科技 也将会为中国银行业 带来更为深刻的变革 亚太第一卫视 孙雪奇 刘晓布 三港报道 今天主播间 我们请到的嘉宾是 中头奥阳基金经理 温刚成先生 就采迁关注点来进行解析 你好 请前您好 我们来说 这个内地的通道业务 其实是非常庞大的一个业务群 因为它涉及到这个金额 已经是达到了25万亿元 这个人民币 那么好了 现在一旦说这个全面禁止之后 相信应该是对商业银行的 打击是最大的 因为这样的话 就使得这些表内的一些信贷业务 不能够通过表外来传导了 那么另外还有一些 这个真实的信贷 可能它这个增速就会放缓 那么资金的这样一个资本的充足率 也会严重地下降 所以哈里斯 你怎么来看 这个全面禁止以后 其实对于商业银行来说 这种被动的局面 究竟对它的影响有多大 我想影响方面肯定是有的 但开始的时候我想 因为一级来说了 那个内地的银行 我们在香港的股价方面的市涨率 都是一直都是回持在 那个相对比较低的那些水平 其实在股价上面 我们香港已经充分反映到 他们在表外方面的机场方面的那些风险 如果反过来内地的话 中央监管机构 其实慢慢慢慢把他们 那些表外的那些东西 其实慢慢慢慢去共感 对于长远来说 其实反过来说是一件好事情 因为拨连反证 因为那是一个好的事情 所以对于那个未来 如果真是把那些问题 慢慢慢慢能解决以后 他加入了MSCI以后 其实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 他们更喜欢一个干干净净的 换得没有太多表外贷款的 他们因为不知道风险 因为在投资者来说 最好是透明度越高就越好 如果透明度没有这么高的话 大家都要打结构 所以变成为什么外籍投资银行 一般来说 它的估计是相对比较高 那内地的投资银行 或者内地的银行来说 估计相对来说是偏低的 唯一就是因为那些表外的东西 大家不知道有多少 那会不会其实无论如何 怎么样来说的话 这些商业银行 以及小银行 可能短时期之内的话 日子会比较的难过一些 我怎样说吧 因为经济慢慢慢慢服输 他们以前的那些坏账 其实相对来说是减小 然后对于贷款的需求 也慢慢慢慢恢复过来 所以短暂的那些痛苦了 我觉得那个可能是很短暂 或者已经过了 因为上一年应该是最惨淡的时候 因为大家都看见 好多那些内地的银行增长 实时真是太小了 1%好多都不多 所以变成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今年慢慢经济服输 对于贷款的需求扩大了 然后再加上什么 那个崇安概念 或者那些台湾区概念 都需要很大的贷款 一路一带都需要很多很多的贷款 所以慢慢过来了 反过来是对于那个内地的银行 在长远来说了 其实是波乱反正以后了 那个盈利的能力可能还是更加正面的 那个如果能够加入MSCI 对于他们的股价方面 也有很好很好的那个反应的 其实之前这个通道的开通 会掩盖很多的这个坏账 那又会导致现在这个真实的这些信贷 就没有办法体现它的一个质量 那么现在关闭了之后 就像你说的可能会是一个波乱反正的 一个好的这样一个作用 所以长期来看的话 也就是说对于这个中国的银行业来说 是起到了一个清道夫的作用吗 其实肯定 因为本身以前过去很多人都知道 那个共感太多了 就比如说好像好多共感在共感 那些变成结果是什么太混乱了 那种混乱其实在习近平主席 英赖他都做了好多好多的事情 去波乱反正 那个我想因为温家宝总理的那个年代 他是要维持那个经济方面 或者维持着社会方面 那个和谐的那个作用 但到了那个习近平 他是要拨乱反正的那个政府 所以未来方面如果拨乱以后了 其实对于监管机构来说是更加好 因为为什么他们知道 其实透明度高 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是好事情 对于监管方面也是一个好事情 因为他们之前好多时候 他们不知道原来他们的国债 是按了不知道多少遍 然后结果是什么 结果可能有点坏账在里头 或者有点那些假的那些票据在里头 他也不知道 所以变成结果了 是加强那个透明度了 对于那些银行方面 那些坏账也好 或者那个监管也好 其实各个方面都是一个好事情 未来方面中国的那个发展 其实对于银行方面的需求 也肯定会慢慢慢慢越来越大 因为看看美国 或者看看那些成熟的那些经济体 银行业在那些技术里头 一般来说占的那个北历 都要30%以上 所以我想在内地 如果银行业跟那个什么 跟那个透明的话 对于那个股市发展 或者那个内地经济发展 都是一个好事情来的 对于这个外资的引进 也更加有吸引力 有没有看到是一个干干净净的 那个中国金融市场 那些不光这个通道关闭 是对这样的银行业 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作用了 那与此同时其实也是对房地产 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那您觉得说在这个时候 如果说是通道关闭了之后 是不是刚好是赶上了 这样一个房地产过热的一个步伐呢 那个肯定 因为本身我想中央也考虑得很清楚的 因为本身他们之前 其实一二线城市 一级都是炒卖的过剩 那种炒卖过剩了 我想未来方面 它也想压制一下 对于那些三线城市 其实根据最新的 那个七十大中城市 那个指数来说 还是可以上涨 那个辐射性的那个房价 一级的辐射性的上涨了 其实对于那个中国的那个 经济发展 其实也是好事情 因为以前太过依赖 北上广深那些大城市 那所有都集中于那些大城市 对于中国的发展 不是一个好事情 其实也比如说远海一带的 发展过热了 也不是一个好事情 其实如果能旷散到内陆 都是一个好事 所以如果能够监管一下 比如说那个房贷那些贷款 没有这么多太多的供赶 比如说一个人可能用一套房 可能买了五套房 因为他供赶在供赶 那对于那个金融危机方面 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影响 因为比如说美国那个西岸风暴 就是因为太多公赶 公赶然后再公赶 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那些老百姓的那些贷款 一爆了 那银行的整个体积来说 都是出现一个大毛病 那最后结果是什么 最后结果要是要中央去救他们 那变成都是老百姓买单 那个是不好的 所以也就是说这一次的通道关闭 就像您刚才用的这个词拨乱反战 其实对于这个银行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对于这个房地产也有 那同时我们来看看 它对于这个股市债市有没有影响 因为我们知道一旦这个被动的信贷增速放缓了之后 它这个市场的利率水平就会上升的 那对于这个股市债市你觉得影响有多大 影响已经反映出来中 我说这样子 因为本身就是看内地的股市 其实3000点一直顶着 其实好多人担心3000点会不会跌破了 我个人认为3000点应该有一定的支撑力度 为什么主要是 其实之前波乱反正 其实在比如说2015年的时候 在高位碰一箱跌下来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是太高了 但现在那种公感没有以前这么厉害 尤其是在那个股市里头 在房地产有比较高 但在那个股市里头没有这么高的话了 股市现在调控或者 现在先做那些 刚才说的波乱反正的问题了 其实对于那个股市以后 健康发展其实更加有好处 然后对于债市来说 其实内地的债市慢慢慢慢 其实也到香港来 我们叫那个债赚通 债赚通其实对于香港来说 我们也需要一点 适量好的债赚 那个如果是那个通道方面 能够那个见光 或者透明度高一点 也对于债赚通方面 大家的那个外籍投资者 愿意把钱投到那地了 其实也是一个好事情来的 是 其实我们现在其实非常渴望的 就是有一个非常健康和稳健的 这样一个金融市场 那另外我们再来说说呢 大家一直在说 今天这个加息的问题 同时也提到说关于这个缩表 那么好了 之前这个市场就认为说 中国在4月份的时候 是进行过一次缩表的 结果最后发现这个央行的总资产 还增加了3000多亿元 那您觉得怎么来看 这个4月份的所谓的缩表 其实过去好多时候 好多人都说缩表 但其实全球好多那些央行都没有缩表 比如说好像那个欧洲央行 或者预版央行 其实都没有缩表 美国方面稍微加一点稀 但是跟缩表是没有关系 因为它现在还是有 15000个亿的那个 资产负债表在里头 对于中国来说 人人都在印钞票 其实我们缩表 如果说得太厉害了 其实没有什么好处 我觉得了根据全球那些 主要央行的那些缩表部分去做 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好一点 然后如果说得太快了 对于经济的打击 也相对来说比较大 因为刚刚说了 我们那个通道方面现在要堵了 那堵着那个通道方面 一般老百姓花钱 一般企业方面 在哪里取得贷款呢 其实肯定要中央方面更近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缩表 是维持稳定吧 花钱没有以前那种矿装这么大 可能是比较合悉 它不能操之过激 对 那个肯定的 慢慢慢慢用药吧 好 谢谢Harris的分析 那我们也是稍稍休息 待会回来